枪口对准目标 心脏被击中的女人却发现自己并没有死 时间静止了 她还可以思考 而这时凭空出现了一个黑衣人 黑衣人告诉她 现在是人生最后的跑马灯时间 女人的生命还生最后15秒 在这15秒内 女人可以随意开启和暂停时间 而15秒后 男人将带她走 是的 她就是死神 女人实在想不通 是谁有这么大仇恨要杀她 她一定要看到凶手的脸 倒计时开始 随着时间开启 子弹贯穿了女人的身体 剧烈的疼痛也随之而来 她的生命还有14秒 死神帮她减轻痛感 并保证女人在之后的14秒内不会晕厥 女人决定再次尝试 还剩13秒 女人看清了凶手的脸 是小美 女人瞬间明白了 小美的母亲患有绝症 而自己正是为她治疗的医生 小美一定是怪她没有治好母亲 导致母亲在上周喝农药自尽了 女人决定为自己复仇 一定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 而留给她的时间 却只有13秒 女人被子弹击穿心脏 却发现自己头上出现一串数字 是她生命的倒计时 在死神的帮助下 她有最后的15秒 她要反杀凶手 环顾四周 女人系上心头 打翻药本 是为了要让凶手留下脚印 关闭灯光 用来掩盖自己留下凶手的线索 还剩11秒 撥开杂物 砸起马克比 女人在桌面上写下凶手的名字 死神嘲笑她名字写得太大 凶手一定会发现并毁灭证据 而这正是女人的目的 打破花瓶 把马克比扔到地上 女人的时间还剩7秒 如果凶手随手用桌面上的笔 涂改自己的名字 由于墨水不同 见证人员就会发现真正的信息 可这还不是女人的杀手 女人把两只花插进插座 如果凶手想修改桌上的自己 就要挪开瓶子和花 一旦碰到花枝 凶手就会触电 电流也会随着花巾上的水积穿她的心脏 而这还不够 凶手想要站在桌前 就会踩到地板上的水 水流到水管那里 相当于接了地线 桌面上的两根花枝和地面上的水 使电流形成回路 将会形成必杀 女人的生命还有5秒 而她突然想到了什么 内心挣扎 倒计时继续 拔出一只花 还剩4秒 女人用尽最后的力气 向地上的信封出去 子弹再次贯转 只剩最后的0.61秒 正是在她步陷阱的15秒钟里 凶手看到女人回头 怕她反抗 跑到窗外 又给她补了一枪 胜负再此一搏 女人倒地 死死地握住信封 时间归零 她究竟能否完成反杀 小美的母亲身患绝症 而她却想杀死母亲的医生 因为在一天晚上 小美偶然看到医生 把母亲的止痛药换走 而她的母亲在三天后 喝农药自尽了 她认为是医生害死了母亲 是母亲难忍疼痛 才选择死亡 哭吃一枪干下去 小美想去查看尸体 刚要进门 她看到地上的白色药粉 为了不留下脚印 她去隔壁找了一双拖鞋 踩着积水来到桌前 小美看到桌面上自己的名字 拿起马克笔 想要涂掉字迹 可她突然意识到 医生写下证据的笔 可能不是这一只 如果被鉴定人员 发现墨水不同 很容易就能识别出 真正的信息 果然 她在地上看到 医生用过的笔 小美拨开花 准备涂改 可电流并没有强大到杀死她 小美从昏迷中醒来 涂掉桌面上的证据 这时 她听到外边有脚步声 拿起医生手中的信封 小美逃了出去 打开信纸 小美瞬间呆住了 这竟是母亲的遗书 小美发现母亲早就计划了自杀 而神经错乱的母亲 怕小美一个人孤单 用止痛药换掉小美的维生素 想带她一起走 是医生发现了遗书 把止疼药换走 其实是医生救了自己 小美悔恨不已 医生在临死前 本已布下陷阱 定能反杀凶手 可最后 还是拿掉了插座里的一只花 给小美留了一线生机 即使被误会 被杀害 医生心中也还存留着善良 死神看着医生 他决定破例帮医生最后一个忙 他把小美的名字写在了纸上 而随后现场勘察人员 也发现了真凶 这正是 15秒钟有点酷 心存善念死神助 聪明反背聪明物 看完别忘点关注